谢谢你的主观晚餐 但是无论如何 我会保住我的天 顾兮兮 以后不许再看那个 念兮的什么漫画 为什么 跟我走 你 今天 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你这段时间 一直忙着开店的事 应该都没有好好吃饭 扣劳你的 小夜 为什么还要特意准备 烛光晚餐 这么多话 快吃 不敢 你该不会是 要我喂你吧 不用 我自己吃 开店的事忙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开夜 下周三 下周三 怎么了 能不能 把你开业的时间 往后拖一腿 我们合约里 好像没有写 不让我开店吧 是 合约是没有写 但是你能不能研究 我可不可以 问一问原因啊 我最近碰到了点麻烦事 我需要解决一下 需要点时间 等我解决完这些事情 你开店的事 我会帮你完成 但是我的电纸都已经选好了 而且电筋都已经交了 我知道 你选择在柳云街四十八号 这个地段 不好 虽然人流量很大 但是 那片人群的消费能力不高 还有你选的代工厂 那家工厂 是做床单起家的 对高端服饰没有什么经验 你放心 你所有的租金 定金 全部都算在我身上 你不希望我开店对不对 我不是不希望 我只是不希望是现在 不是都一样吗 有区别 你开店我是支持的 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 我明白了 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什么意思 为了宾购 你决定放弃我的梦想 对不对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小心看到 可是现在你已经 甚至替我做了决定 为什么要瞒住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 不该由你来承担 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你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只是需要点时间 过细细 替你相信我 谢谢你的主观文采 但是无论如何 我会保住我的点 谢谢 学长 学长 看来以后 得教你顾老板 多亏你帮我找了这家店铺 价格非常合适 位置也很好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装修 帮我省得不少麻烦 你不用跟我客气 顺手介绍而已 还是要多谢学长 这是你的店 但是我也有投资 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还是得多亏你们公司的扶持计划 我的店才能顺利地开起来 所以 我可以让一点股份 不用 可是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这家店经营好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经营好 莫总 不好意思 我们该走了 一会儿我电话会应 我要先走了 记得 如果以后有问题 一定要找我帮忙 学长 拜拜 拜拜 你 上次让你做的品牌调研 怎么样了 这个呢 就是时尚圈发布的 新品牌的调研 我们一共调研了二十个品牌 最后挑出来五个 其中呢 有两个是国际的 还有三个是国内的 你可以看一下 CC 对 这个品牌呢 一开始只是网店 最近开了实体店 还是和文艺集团合作的 刚刚官宣了 而且 还有个小道消息 顾兮兮是 艾里克斯清点的主理人 艾里克斯清点的主理人 对 我闺蜜是艾里克斯的助理 她说这个消息千真万确 艾里克斯怎么会选择她 如果顾兮兮真的成为了 艾里克斯的主理人的话 那我艾莫尔的命运 就真的是跟她兮兮相关了 你说 这个女人真的是好厉害 她居然用这种手段 紧紧地就钻住了你自成 喂 花花 你还在社交网站工作吗 我这条消息 绝对可可 快看一下微博 快看一下微博 不是 艾里克斯清点顾兮兮的事情 除了你我之外 还有谁知道 这属于商业精密 在没有确定之前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至于艾里克斯那边 那店只有她跟她助理 难道是她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情 你自己做的 你不知道 我做什么 怎么了 我还冒病 为你照应遭信任危机 顾兮兮为原创品牌拒绝艾里克斯 好了 不要再拒绝了 我说过 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你只要给我点时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了自己顺利开店 不惜放出这样的消息 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不像你那么卑鄙 我卑鄙 对 你确实可以用任何手段 强迫我答应你想要的事情 拜你所赐 我已经换了新的电池 你说什么 新的电池 你不知道吗 因为你不希望我开店 所以你就用贝列的手段 去抢占我的店铺 这些我都已经知道 房东已经告诉我 不过现在这件事情不重要 艾里克斯的事情与我无关 不是我做的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做的 但是除了你我想不到别人 而且你是唯一的事件受益者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才华横溢 又独立又有个性的设计师 顾兮兮 拒绝了艾里克斯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很抱歉 我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 去过我的人生 虽然说我拒绝了艾里克斯 但这种事情我不会做 现在事与你无关了 不兮兮 你自由了